字幕提供 小弟弟坐在木頭 踩著溜滑梯上 咻一下的就溜下來 你要去下面啊 一旁還有不少小朋友 排隊要溜 可別以為 這是在哪間親子餐廳 鏡頭往旁邊轉過去 居然是在電影院裡頭 讓小孩子看電影 如果無聊的話 還可以去溜滑梯 還不錯 大家都比較可以互相提亮 也不會覺得吵 因為大家都一起吵 不只溜滑梯 連座椅的顏色都很童趣 這件是位在台中豐原大賣場 樓上的影城 首創全台唯一的溜滑梯影廳 讓家長帶小孩看電影 不怕吵到別人 坐不住的小孩 也有溜滑梯可以玩 看完了電影 外頭還有遊戲區 海盜船溜滑梯 底下是一大片的球池 鎖定親子族群 吸引消費者 特別的電影院還有這間 從左到右分為頭 身體腳三個部位 強壓按鍵就可以自行調整了 別懷疑看電影躺著看 業者特地引進 歐洲的豪華電動船 一張要價四十萬 堪穿是電影院的頭等艙 一旁還有衣架 充電設備 剛好整日來體驗看看這樣子 想怎麼看電影 自己調整高度 電影開眼前 還會送上小點心 享受VIP待遇 但是價格 也是一般電影院的三倍 常的看電影也是一個 滿新鮮的一種體驗 所以我覺得說 久久偶爾可以來一次 這設備目前只有韓國有 台灣是全球為二的國家 當然也是全台唯一 一個主打了豪華頂級享受 一個是針對親子族群 讓看電影也能有不同享受 散新聞 陳炳豪正名堂 方品文 台中採訪報導